我们下面进入到明治维新 在背明治维新这个课的时候 我是犹豫了半天 后来我下决心还是要把 日本民族的这个源起和中日古代的关系 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 否则的话你永远是物理看花 不太知道为什么日本会跟中国在近代 有这样的一段关系 好像很不可理解 对吧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历史研究者的角度 给您提供一家之言 提供一个方向让您去看一看 是不是有点意思 日本民族是怎么源起的 大家知道吗 我们中国民间盛行的一个传说是徐福 秦始皇听了方式徐福的忽悠 徐福说我给你找海上仙山 有三座仙山 什么蓬莱啊什么营台这些先生 那上面有灵药可以有长年 就长生不死这些功效 这秦始皇不是已经当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老大了吗 他就想我能不能长生不老呢 你去给我找这个药 然后据说带了五百同男五百同女 就跑到日本就成为日本的开国的祖先 您有没有发现到中国人民也听喜欢给别人当爸爸的 比我们更强烈的大概就是 那个国家 朝鲜半岛的那些伟大的民族 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全天下的爸爸 甚至韩国人民曾经说过 孔子是韩国人 后来我说我服死你们了 孔子没错 全天下都是韩国创造的 韩国人是中国人创造的 这你跟他争是没意义的 但你回到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毛病 我们也习惯于给别人当爸爸 徐福在历史上有这个记载 但是并不是多么确认 而且在宋以前的史书中 没说他去日本 他到底到了哪不知道 以那个时代的航海技术 大概率是已经与大海融为一体了 对不对 他是不是带了五百同男同女 这都是传说当中的事 所以他跟今天的日本民族之间 没有任何联系 这个是科学上可以确证的 因为研究日本人 现在的这个一亿多日本人的 这个这个基因传承 他是可以看到至少在两三万年以前 那么他们就从这个亚欧大陆桥 就已经过来 日本人也挺深 他们也有一部分人承认 徐福是他们祖先 江湖时期还有人画着徐福东渡通 日本还有徐福墓 那里边有什么 我想打下来瞧瞧是吧 这事挺诡异的 有的时候我发现日本这个民族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民族 就是谁把他们揍的或者碾压了一下以后 他就特扶谁 大概他认为 大概他认为徐福过来是代表我们文明起点很高的感觉 不说这个了 我们说说科学 科学挺深的 日本现在的人大概是两只 一只叫神文人 一只叫弥生人 现在有10%的血统 日本人的血统来自于神文时代 有90%来自于弥生 神文要早一些 弥生要晚一些 今天神文血统最主要的这个聚集里在北海道 大家可以看这是神文时代的淘气 因为他那淘气上有绳子勒出来的那个纹路 所以叫神文 叫神文 然后这个是NHK电视台 他一个日本古人类的节目说把这神文人跟弥生人给复原了 按照这个DNA或者这骨骼呀 一化石给它复原出来就长这模样 您看看这两个 是不是长得不大一样吗 神文人 您会发现有一点欧洲人的感觉 对不对 这个弥生人是纯亚洲种 那从这个上面这个图你也可以看出来 神文人主要来源于西伯利亚 东北亚 阔越岛 勘察加半岛 就是从今天俄国这边过来 北边过来 那么他其中有欧洲的血统是很正常的 神文人当中还有一只 是从青藏高原过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去的 反正人家就过去了 而弥生人大多数是来自于长江三角洲 还有东南亚地区 这人种就已经不一样了 今天的日本人90%是弥生人 就所谓的大和民族 主要都是弥生人的后代 而这个神文人的残缩的后代 在古代就被叫做虾仪 就是那大虾的那个虾 以东仪西容那个仪 虾仪 你看这是大丸府的弥生文化博物馆 如果将来有机会 我们去日本转一转的话 日本的古文化博物馆 是非常值得好好看一看 好 日本的这个科学的推测的这个祖先 应该是在这个日本列岛 还跟大陆连在一起的时候 从大陆走过去的 其实今天美洲人也差不多是被确认 是当年从白领海峡走过去 然后从北往南这么走下来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结论以后 我们大概知道 今天的日本人当中的绝大多数是大和民族 是弥生人的后代 对吧 但是日本是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 不是 我们可能一直认为日本就是大和民族 对吧 日本至少有10%的人 还是虾仪的后代 是这个神文人的后代 而日本后来那个幕府的将军 都有一个称号叫征仪大将军 对吗 征的仪是谁 是虾仪 换言之 是弥生人后来到日本列岛 把原来的这个神文人给往北岗了 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 今天这个日本列岛主体是 这个弥生人的后代 作为这个基因学 或者生物的这个遗传 我们大概了解到这就行了 弹朝的时候跟中国有一个交往 这是我们挺得意的一事 日本人挺没脸的一事 被东汉光武帝刘秀 刺了一颗金印 这颗金印 在18世纪以前 日本人坚称 没有 就是你们中国人瞎掰的 没有 后来挖出来了 他也不敢说没有 这颗金印我在九州的博物馆里我看到 原件我看到 所以还是 就是很震撼 一百多克的黄金纯金的 一百多克了 这知道钱了 你看上面这个印文叫汉 伪奴国王 那个伪跟窝是通的 因为当时日本的整个这个国叫窝 他有一百多窝国 其中窝里边那奴 你是倒霉名的 窝奴国 据说是个女王 然后派人给刘秀 给汉光武帝进购 汉光武帝一看 这个小同志很不错吧 给个金印拿去玩 你看这个金印 这个钮 这叫蛇形钮 这是印钮啊 就是印上不是有一半吗 你得拿着它 对吧 那叫印钮 或者印上穿一根绳子 你得挂在身上 这个蛇形文是完全符合东汉 册封外国藩王的这种标志 而中国本土的这些刘家的这个王 分封的这个王 用的是龟形牛 上面是一只龟 从形制到大小到文字到历史记载 中日双方的历史记载 铁证如山 你至少日本中有一个小小的割据政权 接受过中国册封 你看 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影响力极低 中国基本上对它没印象 给了颗金印 损失了一百多颗黄金 也没什么 也没指望它能怎么着 在上古历史当中 日本与中国的交往记载非常少 日本当时应该还处在 坦白说就是 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的这种状态 它跟中华的文明相比 差之千万里 直到这个孝德天皇 大家看它的时间 它生于596年 死于654年 这是隋唐时期了 唐朝不是618吗 那是隋唐时期人 而他进行的大化改新是646年 正好就是唐太宗的贞观年间 唐太宗贞观年间是 应该是贞观20年的时候 他当时把唐朝的一些制度学过来 比如说学隋唐的军填制实行 搬田收受法 它在日本叫搬田收受法 跟中国的军填制基本一样 是收这个租庸调 唐朝叫租庸调 他呢也要收租庸调 然后中央官制和兵制这些 基本就是copy唐朝的这个概念 那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个改革是以唐朝的政治制度 作为基本的蓝本 把它稍作调整 给复制到日本去 日本也是以这个大化改新为标志 开始建立一个像样的政权 有人说他是从奴隶制 想封建制过渡的一个转折点 这现代历史还是不是这么说 也不是完全确认 但是无疑在日本历史当中 向唐朝学习 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那此后又发生什么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人吧 我们一谈到中国和日本的古代交往 是不是这阿贝中拉吕就忽悠忽悠的出来了 字都错了 人家不叫阿贝中拉吕 人家叫阿贝中摩 马吕是一个字 现在我们有这字了 我们现在比如日本侵华的时候 那近代有一首相叫禁卫文摩 就是这个字 这次是一个日式的叛字 中国原来没这个字 所以竖着写阿贝中马吕 我们就直接给人马吕了 到现在反而成为他的最官方的名字 那我们就一直就马吕着吧 这个人曾经到中国来 你看他是698年到770年 也就是说是在这个唐高宗到后面这个武则天啊 唐玄宗这个时候 他是这会儿的人 阿贝中马吕很牛的 他在中国通过科举考试 在中国能够做官 而且做的级别相当高 应该至少省部级的官员 他能写诗 汉文很好 考证中国的科举 他的好朋友有李白和王维 你听这朋友这级别就不低 对吧 他最后思念日本 晚年思念日本 坐船回日本 途中沉了 途中这船好像就遇海难了 然后这个李白还写了一首诗 叫日本朝清辞地都 征翻一片绕澎湖 明月不归陈碧海 白云愁色满仓 我这老哥们完了死了 没死 船也没沉 那船被风吹得越南去了 吹得越南 这船也快烂门了就 在越南登陆 这老哥从越南走回长安 您知道从越南要走回来 也是要一点点毅力的是吧 走回来以后 把李白吓得我过去 好几酒都没事着笑 火鬼就来了 打这再也不提回日本的事了 就老死在中国 其实跟他一起往回走的 就是这次回日本的路上 还有一个人 就是建真 建真的第五次东渡 是跟这 建真的第六次东渡 建真成功了 他失败了 那建真大和上我们也知道 日本的文化的恩人传过去 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吧 我们不一的说 但是基本上一谈古代中国和日本 就是这样的事吧 如果您只相信这样的事情存在 那我们就有一个巨大的疑问 近代日本是怎么了 干嘛对他的文化恩人这么狠 对吗 其实除了这样的事情之外 还有这样的事 比如唐朝的白江口之战 663年 就是在日本的大化改新以后 十几年 还不到20年呢 朝鲜半岛出事 当时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 北方叫高沟丽 东南方叫新罗 西南方就靠近中国这边 叫百计 当时新罗跟唐朝关系不错 百计跟高沟丽跟日本不错 而新罗处在高沟丽 百计和日本的加工当中 对吧 那百计又处在唐朝跟新罗的加计当中 唐太宗曾经远征高沟丽失败 没有能够成功 后来唐朝也转变了 对朝鲜半岛的方针政策 开始联合新罗 先打最弱的百计 而百计的后台就是日本 最终在这场白江口之战当中 日本派出了大兵来帮助百计实现所谓的独立 被唐朝彻底的给碾碎了他的梦想 以至于就是这个日本的一个舍人亲王 写的日本书记里边 说在跟唐军对阵的时候 日本诸将与百计王不关气下 而相卫之约 我等争先比应自退 你看这感觉是不是一直到二战里对美军都这样 精神胜利法 我们在精神上是强大的 他们在物质上是强大的 而精神是大于物质的 所以我等争先比应自退 结果他一争先 人家不但没退 楼头一顿胖楼 日本人也有不长气性的时候 你看大唐辩子左右 加船绕战 须与之己 官军败计 覆水逆死者众 卢又不得回旋 这船全部被干掉 中国方面的旧唐书留人鬼传 说四战于白江之口 四战节 焚奇州四百艘 烟韬掌天 海水皆吃 贼众大溃 百计诸城 皆富归水 这一场战 打到日本男性其缺的地步 很长一段时间 日本男的都不够实在 差点给打得亡国灭中 这也是他第一次认识到 中国唐朝原来是如此的强大 所以你后悔后 你就发现 把他打到如此惨的地步 按在地上摩擦之后 他对唐朝什么态度 大量的派遣唐使 向你学习 你就是老大 我就是无比的父女 所以我记得在讲这个 新思想运动的时候 我就在发出一个 有点悲惨似的那种哀叹 就是怎么人家当学生就当成这样 怎么咱们当学生就当成那样 对不对 你把我打成这么惨了 我向你学的时候 那人家是真学啊 对不对 今天你要想看到 唐朝原汁原味的文化 很多东西是在日本的 中国其实都多乎再不多言 好 这是白江口之战 然后我们捋他的顺序啊 到了幕府时期 第一个建立幕府的 就是连仓幕府啊 这人叫袁赖朝 袁赖朝 他实际上是第一个 获得征仪大将军称号的这么一个人 征仪大将军 刚才我们说到了 就是大和民族对虾仪 对北海道土著居民的一种歧视的称呼 对吧 那他获得这个征仪大将军的称号以后 把将军的幕啊 幕就是打仗的时候那帐篷 对吧 府就是在城里居住的时候的将军府 幕府作为整个日本的最高统治中心 统治核心 天皇被架在一边给亮起来了 在幕府统治一直到1868年 咱们要讲的这个明治维新的 这样几百年的时间里边 幕府是日本的政治中枢决策 决策中心 而天皇是虚军 是虚军 好 在连仓幕府期间 中国跟日本还是打过的 两次元日战争 元朝跟日本打过 第一次是1274年的文勇之役 第二次是1279年的鸿安之役 你可以发现 1274年元朝还没灭南宋 南宋是1276年被灭 1279年被彻底的消灭 中国统一 对吧 1274年 忽贝勒认为我灭掉南宋是 执掌之间的事情 翻手就可以灭掉南宋 那这会儿我向日本发出了一个 非常友好的信息 来投降吧 来向我们称臣拿贡吧 结果呢 日本拒绝理睬 忽贝勒大怒派兵去打 在陆地上登陆的这种 小的战斗当中 元朝是取得了一定胜利的 但是遇到台风 所以这个船队全部颠覆 忽贝勒不认这个怂啊 所以1279年在彻底把中国都统一了之后 再次联合朝鲜的高丽王朝 去讨伐日本 这一次更惨 因为日本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就是这种反抢滩登陆的 这个作战的准备啊 那这联舱幕府做的是不错的 以至于 善于在草原上驰骋的 攻马贤熟的蒙古人 在船上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力 最后他们一共送了几千艘大船过去 再次遇到台风 回来的不到十分之一 忽贝勒还是不服 策划第三次要再去征服日本 但是还没准备完 他就死了 他死了以后 这事也就彻底的凉了 把元朝这种令全世界文之色变 蒙古人这种 让人听了 都感到从心底胆寒的这种 强大的武装 居然在我家门口 被台风吹得灰飞烟灭 你说日本人民是不是有资格 稍微骄傲一下 认为老天爷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他们把这个风叫什么 叫神风 这神风后来就成干死队 就成了去撞美国航母的那帮人 叫神风 他真的无法理解 为什么全部的欧亚大陆 基本上都在蒙古的铁蹄之下 身影被蹂躏 没有人能挡得住蒙古人 我们就能挡 这里边你要分析很多的原因 最重要可能就是你是岛国 蒙古再强大 他毕竟还没有强大的海军 或者说起码他不是那么擅长 在海战上能够展现的 对不对 所以最终这两次元日战争 这也是古代啊 因为这个日本跟宋朝的关系 还是不错的 然后发现圆灭了南宋 所以日本流传了一句话叫 崖山以后无中国 这是陆秀夫背着小皇帝在崖山 跳海自杀了 据说当时有十万汉人同海 还有一批人跑到日本去了 然后蒙古族就成了中国的主人嘛 对吧 然后日本的历史学界就出了这么一句话 叫崖山以后无中国 中国被蒙古亡了 能理解这什么意思吗 后边还半句呢 潜台词是 中国没有了 我才是中国 您能理解这感情吗 你们在那边的中国是没了 我才是中国 所以将来我去解放你们 我是黄种人的解放军 这是日本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逻辑 日本中的很多的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他是坚定的相信黄种人当中的解放者是日本人 后边您可以去看他做了多少糊涂的事 那么今天我们要批驳崖山以后无中国这种说法 也很容易 蒙古族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 56个民族当中的一分子 对不对 你不能光看说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独立是一个政治上的交易 那是一个非正常的现象 我们现在虽然按照国际法 我们承认那个国家独立 但是我也不排除将来 我们再发生某些化学反应 是吧 因为内蒙古跟外蒙古同文同种 我们绝对是一个民族 对不对 后面的话我们先不着急说 至少蒙古族还在中华民族境内 那么宋元之间的战争 我们可以叫汉蒙之间的战争 对吧 但它不是中外之间的战争 它跟你日本人不利回事 所以怎么着 无论崖山以后有没有中国 也轮不上日本人去继承中国这个名号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稍微的了解一下 但是我们看到唐朝我们打过 元朝我们打过 对吧 那明朝更得打呀 你看 士听幕府 因为这两次元日战争 虽然元朝都败了 但是连仓幕府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军事的动员力 最终崩溃 那这个士听幕府 就是足立将军家族建立的这个士听幕府 他作为第二个幕府将军的统治 上台 那士听幕府 大概存在了也是二百多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 中国就已经基本上进入到明朝 明朝跟日本的关系也很微妙 有人说日本在明朝的时候是中国的藩属国 也有人说日本抢着要当中国的藩属国 因为中国这个东方封共体系里 你只要接受东方大国的这个封赠 你就有无穷无尽的钱可以赚 中国人大方嘛 共赐贸易 大笔的给钱 所以日本特别想当中国的藩属国 但是中国呢一直拒绝 一直没有让他真正成为藩属 像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 这是很多年前就这都是定论了 但是也有这么一代 明朝赐给第三代将军足立一满的 日本国王之音 咱们要按中国的语言文字习惯 日本国王那就是天皇了吧 要是日本天皇都是由明朝皇帝册封的 这个事挺爽的好像 对吗 你想你们老大都是我们册封的吗 那你肯定是我的藩属国 实际上这颗印是赐给将军 而日本国王是将军的另外一个称呼 对外的一个称呼 后来他们也觉得国王这次不好 有冒犯天皇的嫌疑 所以就改成叫日本大军 不是太军啊 大军啊 日本的大军主那个字 那这颗印是明朝在1401年赐给足立一满将军的 但是这个并没有改善明朝跟日本之间的这个实质性的这种关系 足立一满大家知道是谁吗 你看这动画片你知道吗 就是依修哥那将军 就是有点傻那个 经常被依修涮着玩的那个 这就是足立一满 后边那全传习会们 那就是武士的一个代表 对吧 然后被依修哥给耍来耍去 其实在历史上依修确有其人 他是一个和善的依修忠纯 他确实是日本的皇族 在日本皇族的这个政变当中 他们家失事 所以他后来就出家做老和尚 也算是日本的一个得到高僧吧 好大家了解到这就行了 下面这个人物是个狠角色啊 就是封尘秀吉 在师庭幕府的后期出现了叫做知封的统治 知是知天信长 封是封尘秀吉 那么他们作为割据一方的这种武将武臣 逐渐崛起 并且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知天信长在一次偶然的遭遇战当中 在本能寺被烧死了 就是他自己就发现部下叛变嘛 他最后把本能寺给点了 点了把自个烧死了 然后封尘秀吉本来是他手下的大将 那诛杀了叛将之后 就继承了知天信长的这个所有的权力 他最高当到日本的官白和太政大臣 官白就是日本这个执政臣里的第二位 叫官白 第一位的太政大臣 所以实际上他当到头了 大臣当到头了 他没有获得将军的这个封号 他也是他不一样 但是在他在位期间 他把日本的军事力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并且开始明确的建制中国 你看这段话 这是1591年 封尘秀吉给朝鲜国王写的一封国书 这里边写到说 人之居士自古不满百岁 安能郁郁久居此乎 你看这种 积极进取的心态跃然直上了吧 那日本人要想积极进取的话 估计过了朝鲜就是中国 下面他也写到 说五欲假盗贵国 我要借盗借你朝鲜的路 超越山海 直辱于名 使其四百州进化我俗 你是王正宇一万四年 是秀极素质也 我的个天 这能明白什么意思吧 告诉朝鲜国王 我要借你的道进入明朝 让中国四百州都受到日本的预录恩责 那这是不是有一点要为宋朝报仇的感觉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显 日本要灭亡中国 这句话 这个历史文献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吧 所以我在这再跟您说一遍 包括后边的抗人战争当中 日本大概是诚心诚意想灭亡中国的国家 他特别真诚你知道 他就是想把中国给灭亡 或者他真的相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日本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 他老想来解放 这个地方的广大人民 不许多说他了 他希望 你看 这意思就是你跟我合作 他这信不但写给朝鲜了 他还写给越南了 还写给后来的泰国了 还写给西班牙了 他让周边包括澳门 澳门不是在明朝是在中国 这个葡萄牙的统治之下 他给所有跟中国边的都写信 咱们一块来 在我的统治之下 我们一块打击明朝 把明朝灭了 所有的人看了之后 基本的结论就俩字 疯了 有病 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予理睬 因为这是神经病 好像是越南的一个统治者 看了以后 决定把这个像明朝举报一下 明朝看了以后 也觉得有病 什么玩意儿就敢 你跳着脚着过来灭我 我大明我多大 你知道吗 人心不足 舌吞下 但是你会发现 风尘秀基有这新了 是吧 那焦点就是朝鲜 因为他这封信写给朝鲜 你要跟我一块去灭大明啊 朝鲜不没理他吗 他就攻打朝鲜 这一打朝鲜 朝鲜的宗主国是中国呀 是明朝啊 所以明朝就要出兵 这叫人臣抗窝元朝战争 抗窝元朝战争 打了六年 从1592年打到1598年 最开始日本是兵风所向 所向提名 这真的朝鲜 我不知道朝鲜人民族在打仗上 怎么这么伟大 永远是那被人摁在地上 使劲摩擦的 然后这边过来再摩擦一遍 通过去再碾压一遍 日本在朝鲜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之后 中国军队来了 凶啾啾枪啊 跨过鸭路江 这顿胖揍 日本人又一次认识到 中国就算到了明朝 他也不是对手 所以双方虽然各有损伤 但是最后的结果 日本大败 风真秀极 病死 到死也没能实现自己的 哪怕一点点的这种奢望 日本的这次大败 在我们叫它抗窝元朝 这窝不就日本吗 这不就抗日 抗日元朝 咱不但抗美元朝 咱还抗日元朝 朝鲜给他添了多少恶心事 直到现在咱还得照顾这小弟 这场战争对明朝的影响之大 也是明朝的皇帝自个儿能没想到的 明朝财政崩溃 这是十六世纪末期了 明朝财政崩溃 本来明朝国内还是勉强能够 能够过日子 万历十五年不是一五八七年吗 一五八七就在这事前面十几年 对不对 对吧 十年左右 不到十年 那个时候中国还面临着一次 也许是最后一次 黄仁宇先生说 如果那个时候改革 我们还是能够 躋身于世界最强国的行列 但是一五八七年 万历十五年 中国的一片死期沉沉了 大家可以理解 再过三百年 到了一八八几年的时候 中国比那个一五八几年好 好多少吗 好点 对吧 起码李公章能折腾折腾 但是折腾的结果 也还是那对 所以实际上 中国当时已经是绝对的要投朝下 开始走下坡路了 可是没人知道 这一场战争 让明朝的皇帝自己知道 我这国苦空 而且很大程度上 他加重赋税导致民变 民变就是农民起义 然后他镇压农民起义 要再增加一份军费 然后东北的少数民族 就是满洲又开始崛起 1616年 你看就在这时候十几年吧 18年的时间 1616年 这个努尔哈尺就建了后金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同时代的事情 那等到明朝发现 他既要在辽东作战 要加辽响 既要镇压农民起义 要加这个脚响 还要练兵 再加一个练响的时候 这三响就成为明朝末年 最大的避证 恶证 老百姓每年都要交这三响 多余正负数倍 比他正经要交的纳税额 要多好几倍 所以明朝的事情 基本上这场战争是 有面子的战争 打赢了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 game over 基本上就完蛋了 好 那就到了江户幕府 1603年的时候 已经是明朝末年了 对吧 江户幕府的创立者 叫德川家康 他本身是封臣秀吉的一个部长 秀吉死了以后 他渐渐的收拢各部 把这个权力重新执掌到自己手里 他获封争一大将军 建立了这个最后一个江户幕府 江户就是今天的日本东京 那不要以为日本天皇常年驻东京 日本天皇是明治维新以后才迁都到江户 是今天的东京作为首都的 此前日本的古都是京都大阪这样的地方 京都是古代天皇常待的地方 好 我们知道这是第三个这个幕府的创立者 也就是最后一个幕府的实际执政人了 我们来看看日本的这个结构 到这我们把日本的统治结构说一说 最高的统治者是天皇 名义上最高 因为幕府的将军是实权在握 对吧 天皇是虚军 但是天皇拥有无与伦比的 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为他不是人 日本天皇不是人 天照大神下凡尘 什么叫天 什么神在天上照 太阳神 日本天皇外号叫阿波罗 你知道日本国歌多神吗 日本国歌现在还在用这个老国歌的 听着跟哀乐 你词我找人翻译着这词特别神 叫我黄玉统传千代 一直传到八千代 直到岩石变卵石 直到卵石长青苔 完了 你听着这国歌你就觉得 哦还这样呢是吧 那就这样吧 所以日本这所有的改革 所有的学习 他也有他坚决不变的东西 今天这天皇 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了 他还知道岩石变卵石 知道卵石 让张青苔 天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毫无疑问 将军 就是德川家的将军 他是掌握最高的统治权 占领全国四分之一组地 说明他既在政治上掌握政权 又在经济上是日本第一大地主 对吧 而他下面有大明 大明就是各藩的藩主 就像我们说唐朝的藩镇割据 每个藩都有自己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系统 而大明一共二百多大明 他们是向将军效忠的 所以他相当于说 如果说日本整个这个这个市的间谅叫武士的话 将军是唯一的那个最高武士 大明是二百多最高级武士 就比将军低一点的那个 再往下就是中下级武士 将军手底下有武士 大明手底下也有武士 他们是这些区域或者全国性领导人的附庸 对吧 就叫追随者 附庸 家臣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扶军役 就打仗 在打仗的这个做战事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得到将军或者大明给他的鹿米 鹿米就给他发粮食 让他有饭吃 那不是老打仗啊 不打仗的时候干嘛呢 研究点什么花道啊 茶道啊 这都是武士弄出来的 你看真别以为那个日本那个 和很小资情调那些东西都是文人弄的啊 那基本都是这边插着插着两把刀的那武士干的事 武士如果在战场上打赢了 那他有鹿米有风赏对吧 那没得说打败了怎么办 日本武士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传统 打败了就自我消灭 如果你的主人完了 或者说你自己没有完成主人给你的任务 日本武士要讲叫切斧自杀的 那我不想切斧自杀的 也有那个对生命比较热爱的人是吧 那怎么办呢 逃亡逃走 逃亡的武士 流浪的武士 就不叫武士了 你就没有这个市这个称号叫浪人 日本浪人就是所有都是那个underdog 就是那些斗败的那些斗船 那些还不肯死的那个臭不要脸的那个 那就是日本浪人 那这就是那我就不在这里面 这不是统治阶级了 下边这是市的层面啊 下边还有什么农工商啊 是农工商不是市民分类吗 就老百姓还不在这里面 这个结构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这幅图我也用过 就发现日本地匪 跟鲜巴枕似的是吧 起了很多大包似的 他这一个小小的37万平方公里的国家 分成200多块 200多个大名 而每个大名都有在地方上 自己的行政权 军事权和财政权 这像什么 这像中国的西州 像春秋战国 他不像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恰恰相反 我们总认为中国古代跟日本古代是 政治制度非常一致 因为人家学咱们嘛 对不对 他在文化上确实没少学中国 但是在政治制度上 至少在最后这一千年里边 我们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达到顶峰的时候 日本恰恰变成了一个 特别西欧化的 就跟英国特别像 欧洲的贵族国王 包括皇帝 还有什么公爵伯爵 也骑士对吧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 叫我的附庸的附庸 不是我的附庸 这句话直老强了 我的附庸的附庸 不是我的附庸 举个例子 徐英老师如果说是我的附庸 我是国王 徐英是我的伯爵 那我们这学生可能就是伯爵的骑士 我要根据骑士说 把你主人干掉 他是不会听的 他会跑过来把我干掉 因为所有的武士 欧洲所有的骑士 他要听他直接那个主人的命令 我的附庸的附庸就不再是我的附庸了 换言之 我虽然贵为天子 贵为一国之君 甚至贵为大帝国的皇帝 我却不能指挥我这国家里的所有军队 你能理解吗 我手下可能有几百个人 这几百个人里边每个人都有一只私人武装 那他就会后来这些人团结起来推翻我 限制我 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依据吧 我们总说 1215年英国人就有了大宪章 那大宪章就是几个贵族带着他们的骑士 把约翰王给逼得 一个死胡同里边逼着他牵的吗 不是打败了国王吗 对不对 在中国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在日本 这是一个后来明智为心得以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以请大家记住 将来看欧洲史 我们真的不要拿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去看欧洲 包括去看日本 你看这么看就错了 这个错误的想法 直到今天我们很多高层的学者 他都不懂 你比如我就问大家一起 咱们一说美国国会要通过什么反华议案 咱们就老觉得拜登这政府 是仇华反华的对不对 拜登是管不了国会的 国会代表没人听他的 人家要通过什么决议 那是国会的事 拜登只能看着 有机会我们再讲这个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 我们再去说这个事 回到日本这来看 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为后来人们反对将军提供了可能吧 名义上天皇才是老大 实际上我手里有兵 对不对 那将军这位置就很尴尬 好知道这个 行了 那么这个图呢是南蛮人杜莱图 这个南蛮人指的是葡萄牙人 就是在德川加康在任期间 第二次颁布了废除基督教的法令 把基督教天主教给彻底查尽了 第一次颁布就是风筝秀吉颁布的 第二次是德川加康 所以德川幕府期间奉行数百年的 闭关锁国政策 使得日本 比方说我们一听又跟中国一样 是吧 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因为日本的闭关锁国 它是有比较大的缺口和裂缝 中国也有一个十三行 中国有一个在广州开放的 那么一个通商口岸 对吧 日本它也有通商口岸 但是它只是对特定的人群通商 最开始来的是葡萄牙人 后来占据主要地位的是荷兰人 和这两幅图 尤其右边这个 叫荷兰传图说 它用的是和平的和 对吧 这个 你看这这点写的叫红毛传图 荷兰人叫红毛 也叫红仪 中国不是有一个欧洲来的一种大炮 叫红仪大炮 有人问过 说欧洲在咱们西边 应该叫红蛮大炮 或者红笛大炮 红绒都可以 怎么叫红仪呢 你就是它从海上来 咱们不管这 这原来这国在哪 见到它的时候 咱们是从东边见到 所以叫红仪大炮 对吧 这红毛传图是荷兰 那荷兰这个国家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 它绝不干涉宗教信仰文化政治等一切意识形态的领域 荷兰人最淳朴的想法就是赚钱 它只要通杀 所以它是最可爱的洋人 其他的那个洋人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 包括后面英国法国都老想传点教什么的 老想干涉我国内政 对吧 唯独这荷兰人赚钱就走 其他的什么都不闹 那么这个荷兰 其实对日本的影响很大 后来形成一本学问叫蓝学 蓝学是需要大家特别重视的 日本居然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 能够从一个西方国家学到系统的西方的科学和政治的文化 你看这本叫解体新书是干嘛的 解剖学 这是解剖学的新书 而这本蓝学阶梯是把荷兰传过来的西学 按照一定的层次编排的一套书 我特别把这个前沿放在这 我跟大家一起来尝试读一下 这是影印版的 蓝学阶梯序 这书的序里写什么呢 这能看懂吗 福天地人才 谁穷其智 谁玩智地窟 天地人才 谁能够达到最高峰呢 谁能够达到完美的经地呢 对吧 支那说在中国呢 支那辟在一边独成中国 这已经开始看不起咱们了吧 骄傲自现而 看到了吗 这是在日本有限的开放给欧洲 接受了荷兰的一些新鲜事物之后 日本学者的一个根本性的反思 他开始琢磨 中国到底是不是我应该学习的对象 能理解吗 这就很 咱们在那还当老大呢 就很可怕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了解到这一点 然后我们有一种紧迫感 荷兰这个国家实际上也曾经是世界霸主 一般来讲呢 以欧洲的这个角度来看 所谓的世界霸主最早是西班牙 葡萄牙 开辟新航路的是人家俩人嘛 对吧 然后俩人敲目尖的跟教皇一伤了 把世界给分了 画了一条教皇子午线 子午线东边归 这个 葡萄牙 西边归西班牙 两个国家非常真诚的按照教皇子 这条子午线 然后把地球分成了他们两家的 很不幸中国属于葡萄牙势力范围 所以在中国这边 不是澳门就被葡萄牙给炸了吗 但他们都不知道中国有多强大 就直接把他们给分了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精神胜利法是挺管用的 因为晚上回家在自个儿 葡萄牙里想我要开始统治世界了 有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个巨大的公物 荷兰是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 这个称号说明他在海上的战争实力 就是海战的实力和海上商运的实力 是无与伦比的天下敌 当时全天下的全世界的 就是远洋贸易的这个船 一半是注册在荷兰的 这都是一半是荷兰船 换言之 这他要占了一半就意味着 其他国家所有的海船合在一起 是他那处 一半一半 对不对 你就知道他力量有多强大 荷兰在后世就是跟英国打仗的过程当中 争霸的过程当中 三次英和战争被打败 这才慢慢的退出这个争霸的历史舞台 而取代荷兰成为世界霸主的 就是大英帝国 我们知道这个荷兰应该算得上是欧洲 开放程度较早 而且他的金融 他的商品贸易的水准都是世界级 我印象当中世界第一家银行 第一家股票交易所都在荷兰 这个不是太准确了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好 那么从荷兰传到日本的这些学问叫蓝学 人家在不断的吸收欧洲的东西的时候 渐渐产生了对中国的轻视 对吧 这个都有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在这摆着了 那这个人我在上面前面的课中也提到过 英国人威廉亚当斯 他起了个日本名字叫三浦按针 不是他想起日本名字就可以起的 这是日本政府认可他成为日本国民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所以有人说他是欧洲的日本武士 他也有了这么个名字 他就成为日本武士阶层中的人物 这个人也从欧洲带来了大量的吸血 给日本的朝野 那么我说这些例子就希望各位能理解 日本的闭关锁国跟中国的闭关锁国 还不是同样的一种一个状态 中国的闭关锁国不是完全封闭 我们留了一口通商 但通商的结果助长了两种 我们认为不太好的东西 一种是盲目的对外自大 就我们认为所有的满意农鼻都是来求我的 来哀求我做贸易 第二个就是腐败丛生 因为我有垄断性的机构 在这个外国人和中国商人之间做中介 而这个中介你是不需要投入任何东西 你只要给官府打点好了 你拿到这个牌照 十三行你拿到牌照 你就是天生的进出口贸易总公司 在中国是这样 我们用这种开门份的方法 在整个闭关锁国的情况下 保持一点点开放 没有给中国带来本质上的进步 相反可能增加了我们的愚美 而日本则不然 日本也是闭关锁国 也是禁绝天主教基督教 但是他在开放的时候 他不是开放一个小门份 而是对一种人开放 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 日本他不是为神的民族吗 就是外人是不能登岛 登岛人人吃刀送杀的 日本人可以杀掉上岛的外国人 但是两种人不杀 一个是中国人 因为跟中国的关系 素来是老师跟弟子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荷兰人 另外一个就是荷兰人 所以如果有机会去日本的话 可能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荷兰的遗迹 或者欧洲的遗迹 我们是可以去看一看 好 这个我上次也提到 1854年美国海军主将佩里 这黑船来临事件 幕府将军连打都没打 直接签不平等条约 这让我们中国人民有了一丝 暗暗的心理安慰 我们好歹还是打了 没打过 对吧 日本人根本就没打 但是你别忘了这幅图 就这个黑船在海上一出现 日本人疯了似的就奔得过去了 不是去打仗的 而是想去看看 那块怎么这么厉害 还有的人就在这小船里边 就有顺道爬到美国船上 想跟着美国到美国去看一看 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个人 吉田松阴就是这么被抓回来 日本人心目当中的侵略者 美国鬼子最初有这样的 这幅图我终于找到了 上次我用的是另外一幅图 没这好看 这是日本人画的佩里将军 你看画的这么多人 我天哪 这大眼珠子吓死 但是等到真正去纪念 黑船来临事件的时候 他给佩里 素同向 这让我们觉得 日本人民族是不是有点二百五 你到底有没有民族感情 有没有民族底线 那是侵略者 那是把你从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 变成一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 这么一种屈辱状态的 一个国家 一支舰队 一个民族 你居然如此的高调崇拜 没完 你看后边 对吧 把日本最后彻底打扶 二战把他打扶的 迈克阿瑟是日本的 跟太上皇似的感觉 无限重感 所以我如果从做学生的角度来反思的话 是不是这才叫 好学生 我不知道啊 那四中来的这有好学生 你是不是这样的学生 我不知道 有点有点不要鼻子了 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要不要这样 我这都没有绝对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引发各位的思考 是有必要的 好 说一说这个人 我上次讲到日本的这个前面这些人 我说了一大堆的这个启蒙思想 是吧 这个人的地位是不予伦比的 积天松阴 他的活着就活了29岁 对吧 连30岁都没到 他就是曾经在1854年 想去到那个船上 到美国船上去 去开开阳婚 看看花花世界的人 后来被抓回来了 抓回来 后来关进监狱 最终在监狱中被幕府将军处死 他对于后世的启蒙作用很大 比如他这段话 他说三千年来 独立不受羁盼之大日本 一旦受人束缚 凡有血性之人 岂能忍视之乎 这是对外吧 我们是独立自主的神圣的日本 现在居然有人把我们变成半殖民地了 适可忍输不可忍 反过来说 谁导致这个不好局面的产生呢 不思国患 不顾国辱 不奉天赤 将军之罪 天地不容 神人皆分 把矛头直接指向幕府将军 那这个思想后来就在日本的各地 遍地黑化 因为日本原来自以为是神的国度 是高高在上的 对吧 然后也还算过得不错 小日子过得挺好 但是被洋人一打就打成这个楼德 他也有巨大的心理落差 而这个落差情况下 你总得找一个解决的原因吧 那将军是不二人选 因为谁让你又没有老大的身份 又干老大的事呢 那出了事可不就得你兜着 所以他在被杀前写了一首绝命诗 叫五金为国死 死不负君亲 我死真有点大义凛然的感觉 悠悠天地是建兆在名神 这是他的绝命诗 最终江户幕府 这个最后一位将军 是很年轻的这小伙子 德川庆喜 因为他寿命很长对吧 他是1837年才出生的人 到1868年他才31岁 就是他彻底倒台的时候 他才31岁 他那时候应该已经当了两三年的将军了 所以什么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一实权掌握者 那么德川庆喜在上台以后 所面临的这个情况 就是日本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1864年 四个国家英法美俄联合占领下官 给日本小嚣着上了一课 英法美俄怎么关系那么好 我刚打完中国吗 第二次亚文战争是1860年结束的对吧 在中国这配合的挺好 然后转过脸来 上日本又配合了一次 这一顿胖揍 这是1863年12月2日 日本公使运送赔款给外国 原来日本也割地赔款 也开放同窗口 跟我们享受了同样的待遇 但是你不能想象的就是 日本后来通过明治维新以后的独立自主 把这些不平等条约全部都废除了 我们中国也有过这样的事情 那是在二战期间才逐一废除 在民国以后开始慢慢废除 一直废到二战期间 我们成为反法西斯世界的主要同盟国之一的时候 我们才把此前强加给中国的这些不平等条约 逐步的废除 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事情 那到了年轻的庆喜将军这 他知道自己无法面对汹涌而来的内忧外患 内忧有大明和人民的反抗 上面还有一个天皇 对吧 天皇无论如何也是神的后代 是我的上级 外面又有我永远不可能战胜的西方列强 所以德川庆喜决定以退为进 接受大政奉还 我干不了了我水平不够 我把这大政还给天皇 你们瞧着办 说白了也是 德川家族已经统治日本 两三百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边 他讲的就是 日本已经完全置于我德川家族的统治之下 你想让我把权力还给你 好拿走 我倒看看谁敢接 当时的明治天皇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小朋友 不能说小朋友吧 小青年吧 那你说他能有什么根底 你别忘了 在前面不是我德川幕府一家统治日本二百年 我前面三个幕府呢 我们已经统治日本至少达到七百年以上 对不对 在七八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将军说了算 天皇是说了不算 你在几十代的传承里边 你们都说了不算 只是一个虚军 今天我把国家交给你 你会管吗 所以来啊拿走 大政奉还 但是没想到 这些违心派 就是明治违心 后来这些核心的人物 他们早已经把这件事情想清楚 你作为将军不是要大政奉皇吗 收了 权力 收归天皇 天皇下令 要求将军辞官那地 你看这两家人 是不是点出他的命文了 辞官 你放弃你的行政权 军事权 将军嘛 对不对 放弃这个权力 那地交还你所占有的徒弟 而这辞官那地一出来 德川清也知道 玩真的呀 那不敢 打 打的结果 他又没打过 这两次小的战争 1868年的福建鸟语战役 岛墓派打出的旗号叫尊王攘仪 你听这名写的 春秋战国时候的 春秋是管仲给齐桓公的尊王攘仪 对吧 他尊的是周天子 攘的是少民族 而这尊王攘仪呢 是吧 既有尊天皇 又有反对外来侵略的这个意思 两场战役 结果是将军惨败 德川家族退出历史舞台 后世对德川庆喜的一个非常 低评吧 就是一个差评 是什么呢 你作为将军 被天皇收走了权力 又不肯忠于天皇 你又发动了叛乱 你还打败了 就所有恶业事 你都干绝了 对不对 你应该切斧自杀呀 没切斧 一直活到1913年 应该是活了 本八十 差不多七五十岁 所以后人对德川庆喜的评价 非常低 在日本的国民当中 评价也非常低 因为你居然不切服 这是不可容忍的 明治三杰 我把这萨日的图片放在这 明治三杰 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名字 西乡龙胜是西南萨摩藩的首领 是军事将领当中的 应该最接触的人物之一 上次刻我也提到 他在日本明治维新中 所起到的作用是无一轮比的 应该说 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战争 没有各藩的这个大明 去讨伐幕府将军的这个过程 天皇是很难直接接手实权 那就无所谓后面的明治维新了 中间的这个大九宝利通 是当过相当于宰相级别 那么他是日本政治设计的 主要的设计人之一 而这个慕乎孝云 你看这个装束你就知道 西乡龙胜穿的还是日本的 传统服装对吧 而这两位已经完全是西装了 这叫明治三杰 他们所生存的这个时间 基本上就是在明治初期 明治十年 1868年以后 大概九年十年那样 他们就基本都退出舞台了 他们三个人在 日本的整个近代化的过程当中 所起到的作用 也是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 而且基于极高评价的三个人 那我们看看天皇 这就是1868年时候那天皇 明治天皇 怎么看怎么像一岛民孩子 就有个大嘴不开心 他作为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吧 中学生的水平高中生的水平 然后他被赋予了一个 他自己可能都不大理解的 这种权力的结构 世时代代 日本的天皇是 据记载啊 日本天皇是没换过血统的 从第一代天皇到现在是一家子 这事咱也没法测了 但是也甭测了 就这么着了 这是一个世界纪录 他可能从小被教育 你是神的后代 你是天皇 你是至高无上的 最尊贵的统治者 但是怎么去管这个国家 这小天皇 应该说受的教育是不够的 他是在身边的这些岛墓派 维新派的围绕之下 不能叫意外卷入 但是有一点这种 有一点天悬的感觉 就是这个权力突然的 就降临在他的身上 好在十几岁的青年青少年 扛起了日本的转变的这个重任 在他的这些幕僚的推动下 五条诗文 天皇亲自跟全日本的国民 达成誓言 这五条诗文 第一 广兴会议万机绝于公论 这就是民主对吧 我看到五条诗文 那是我当时就琢磨 我就这不好的希望 我老跟中国比 怎么在中国谈谈 万机绝于公论 就这么难呢 我们从来没有说民主是完美的 从来没有说民主都是对的 民主要错的东西多了去了 但是万机绝于公论是西方引领的世界近代化和现代化的主要思想 我们到底要不要接受 我认为是普世价值 或者是西方的主流的价值 这个我打一个问号放在这 上下一心大展经文 这个有点虚是吧 自百官以至庶民各随其至 这是不是自由的感觉说来了 有民主有自由对吗 第四 基于天地之功力破旧有之陋习 把日本的传统视为 至少某些传统视为陋习 加以强行推动 可是直到今天我们的中国 还有相当大的一批人 在把我们几千年古老文明当中的遭捕 我加个口号 你不能说没有吧 哪一个人能说中华文明百分之百全都是好的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民族对不对 我们的某些文化实际上是遭过的文化 我们什么时候彻底的反思过 我们自己的几千年的传承 所以我放在这一句话 我真的是有的时候忍不住要说的 很多我的朋友也都赞同这句话 所谓国学 国将不国之学 今天打着国学的旗号在外面 招摇撞骗 多数连什么是国学 他也不知道 中国的国学里到底有哪些 是对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又有哪些是严重阻碍了人类的近代化 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 我觉得我们可以逐一去分析 我绝对的反对 说把中国传统全部的给否定掉 五四运动的时候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有时候不要把旧文化全部否定掉 对吧 我绝对反对 因为我是学历史 我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 天然的 但是我不能接受说中国古代的就是好的 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是不对的 甚至我可以这样说 自一千年以来 从宋末以来 宋末元初以来 中国就几乎再也没有产生过什么 实质上能引领世界进步的东西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能想 最后求知识于世界 大振皇国之根基 求知识于世界 就是改革开放 对吗 就是向世界学习先进的知识 或者说中国的十一长进一致一 是不是也在这第五条里边 但是人家的前面那几条 这五条比咱的高明 这不服是不行的 人家这五条比咱的高明 所以你就看下边 马上派严仓巨士 这是日本的内大臣 他的这个级别相当于最高的 大臣里边的最高人物之一了 严仓巨士率使团出访欧美 他不是去访问几天 他这一圈赚了一年多 甚至留下 每到一地就留下一部分人 就跟潜唐室那感觉一样 真学呀 人家的机关 人家的政府 人家的乡村 教堂 包括科学院学校 这个海军 陆军 都派人 这一派就把人家学到了 就是老师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没说一八六八年开始 那在这里边提到 政治上要 奉还板级和废帆至线 什么意思呢 明治天皇下诏 居然取消了 岛墓的功臣 就是大明的权力 这些大明 反将军 拥天皇 对吧 不是二百多个大明 有忠于将军的大明 有忠于天皇的大明 最后 岛墓派获胜 大明的实力 应该增加 对不对 天皇下值 凤还板级 板 就是地图 你们那个封力 不都是将军给的吗 将军是一个建筑 他不是天皇 他不能够把日本神圣的国度 分给你们 所以把那土板拿回来 把土地上的人口的这个户籍 交回来 凤还板籍 这些大明 除了那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他们事先打过招呼 而且也获得同意之外 绝大多数的大明认为 有道理呀 将军给我的是作废的 我交回去 天皇再发我一份 对不对 天皇得给我新的板籍 接受的旨意叫 废帆至线 直接把这二百多大明 弄的东京 叫华族 给你们锦衣玉食 但是放弃你们的藩政 这个藩 现在归中央执管 叫做线 日本有七十多个线 这线相当于中国的省 日本应该有七十几个线 这一条实际上实现了 中国古代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措施 叫中央集权对吧 哎呦有问题了 中央集权这事在中国 是战国干的 战国到秦汉的时期 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 而那个时候建立的 中央集权 他就极大的推动了 封建专制的进步 对吗 而为什么日本的 这种中央集权 却极大的推动了 资本主义的进步 难道老天爷真的喜欢他们吗 你需要想就是差着 两千年的时间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后的 十九世纪 这两千多年的时间 在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时候 封建专制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制度 它比过去的那种分裂割据的战国时期要先进的多 所以中央集权极大的加强了专制主义 而等到专制主义的恶果全部显现 那是一千年以后的事 那个时候已经伟大不掉 中国人已经不会地方自治 而日本开始中央集权的时候 是资本主义大发展三百年之后 是新航路开辟三百年之后 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 数十年之后 所以中央集权并没有错误 大家能理解 中央集权的对立面是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也行 中央集权也行 没有谁好谁坏 但是分杆上上面的那个统治制度是什么 地方自治肯定没法君主专制 就像西方的这个国王 他没有办法 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吗 那不是就地方自治吗 但是中央集权是可能让这些专制君主 真正实现一杆子插到底的统治 我把这个讲清楚 我就希望您能知道 同样是这个中央集权 甚至日本还加上了君主专制 日本的天皇是十权君主 在这个1868年之后是十权君主 但他对外号称他是虚君 因为他过去七八百年都是虚君对吧 他现在说我也是虚君 后面的日本君主是参加内阁会议 但是他通常不说话 因为神是不跟人交流的 你明白吗 他要一说话这事就出大事了 而他只要一说话 没有任何人敢反对 因为他是神 所以这就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 盟国要考虑问题就是 天皇是不是第一号战犯 最后因为种种妥协 勾兑 交易 把天皇作为虚君 给放在战犯之外 严格的说 他就是一号战犯 那个御人天皇就是一号战犯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当时我们也弱 也没办法跟这些强权抗衡 所以最后的结果 天皇就被保留下来 天皇制也被保留下来 这是后话 我们有机会再说 这段话是来自于日本的 九米正雄著的伊藤伯温时代 那他提到就是 要把朝廷的这些问题解决 第一朝廷没有兵力 第二朝廷没有金钱 第三朝廷没有实际的政权 你们把这仨看 天皇缺哪三项权力 第一是兵权 第二是财权 第三是政权 对吧 有没有人记得 宋太祖赵光印跟宰相赵普问 五代十国几十年 怎么换了八个皇上 八姓的十几个帝王 打成一锅中 为啥这样 赵普说 此非他故 君弱陈强而已 君太弱 陈太强 说 如果要改变 无他其巧 为稍夺其权 制其前谷 收其精兵 看到 是不是就这仨 稍夺其行政权 制其前谷 控制他的财政权 收其精兵 剥夺他的兵权 所以加强中央集权 路子就是一样的 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无非是让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 他不得不接受中央的决策 就这么简单 好 明确这就行了 日本的变化 非了一样变化 经济上土地改革 只产兴业 我重点说一下 只产兴业 就是大力的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比如这1909年的邮局 1877年的东京玻璃工厂 下面那1898年的电化机楼 1907年的银行 你包括这个火车 蒸汽机车是我们知道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吧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了解 在1765年英国人哈格里夫斯发明 珍妮仿杀机的时候 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 我们叫它第一次工业革命 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主要的成就 标志性的成果 是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 而这个蒸汽机后来成为动力 成为机械的动力来源 主要体现在一个是火车 蒸汽机车 一个是汽船 对吧 火车是史蒂文森在1814年 建了第一条蒸汽化铁路和通车 然后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 让第一艘这个汽船下水 这些都属于近代化的 蒸汽动力的交通工具 所以坦白的说 你能够在这个时候铺上铁路 冒着烟跑起火车来 就是现代化的标志 1868年人家才明智为新 其实到1872年慢慢的 这些政策才开始开始实行 你看人家这 没用多少年 日本第一条铁路大概是 就是1872年通的 叫东恒铁路 东京到恒滨 很短的一小段 但是人家在明智为新以后 四年就已经通了 主要城市之间的 列车了 我们在1872年干嘛呢 我们再过将近十年的 1881年 在续个庄煤矿 我们的铁轨铺好了 我们的火车车厢安好了 用骡子拉 因为周围的人认为 火车扰民 火车污染 火车经我们家祖先 那你还说什么呢 对吧 我们可能永远觉得我们面对日本人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和优越感 我们就是大国 你们就是罪而小国 人家罪而小国干到的事 为什么你堂堂天朝你干不到 在中国修个铁路多难呀 可我们比他早啊 卫元的海国图志里咱们讲得很细吧 有蒸汽机呀 我们为什么最后就做不到呢 这只能问天了 对我没有答案 对不对 英国人威尔斯住的世界史刚刚有这么一段话 我觉得可能对日本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扬 他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 像那个时期日本发展的那么迅速 公元1866年是一个欧洲中世纪的民族 田园风光古香古色的漫画 到1899年 就是30年之后 日本就是一个彻底西方化的民族 今天我们知道 日本是所谓G7的成员之一 对吧 这G7里6加1只有一个亚洲国家 就是日本 其他都是欧美国家 就是人家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人家的教育 文明开化 你从这些 我不一的去说 你看这小学生坐在这集体收课 大家看到现在 我们的学校什么还这样 这是工业化的产物 工业化时代 让几十个孩子 上百个孩子聚在一起 一个老师教 他在底下记笔记 做题训练 学会了考试 这是最高效率的扫盲的方法 我们今天可能去反思说 这样的教育缺乏个性 可能对孩子个人的发展是不利的 但是你要退到一百多年 一百五十年以前去 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可日本立刻就学 学了就用 所以日本的教育 居然在1910年 日本就普及了小学六年教育 1910年咱还是大清国呢 当然我在这又不得不说 他普及小学校义务教育的钱 一大笔都是中国 马关条约给他 日本的女留学生 知道自己不行 知道谁行 立刻派留学生就覆盖过去 女孩也去学 这在当时很罕见 您还记得明智天皇那形象吗 脑袋上那个发饰 该这样 要求所有武士断发脱刀 武士那个发迹是长发 收到后边挽起了一个发迹 两把刀是武士身份的象征 那是不能动的 你发他祖坟你都不能动 这两把刀 但是天皇下令断发脱刀 第一个把自个头发给剃了 天皇剃头啊 我的个天哪 神都留着分头了 那感觉实际上就像什么 就是中华民国都建立很多年以后 溥仪在宫中把辫子给搅了 那当时震撼所有的跟宫廷相关的人 就晚清脚辫子这事 人家比咱干得早 人家是天皇 在位天皇 直接就咔嚓 把这头发给改了 换成西装 那当时到处都是各种欧洲式的沙龙 武会啊 就一下子他就给改过来 军事上富国强兵 这是幕府时代的军队 传统的这种骑兵 而这是甲午战争当中的日本军队 中间也不过就隔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日本的军队 你看他穿的衣服 打仗的方式 包括行军不正的安排 全部都是欧化的 日本彻底放弃以中国为师的浪漫主义情怀 以军事为论 海军全学英国 陆军全学德国 你看找这老师就知道 人家是行业 因为德国号称陆军天下第一 英国是绝对无可争议的海城霸主 对吧 咱们不是也有吗 咱洋雾运动不是也派出了 福建马尾水师学堂的孩子去英国留学 入的是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 咱们也学到的是最先进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最后的结果 为什么是那个样子 甲午战争 日本把中国彻底打败的那一天 是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的时候 所以各位 转换一个角度去想想李鸿章 一生的心血最后是毁于日本帝国如意 你想想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他当时什么感觉 所以李鸿章后来 下一次赵老师会讲甲午战争 李鸿章后来坚决不踏上日本领土 马关条约签没办法 对吧 去了签了没办法 此后再也不会踏上日本领土 结果他从美洲回来 从加拿大坐船回来 要在日本换船 你知道这位 这李中堂七十多岁的老人 在两艘船之间搭了一脚踏板 颤颤巍巍的走过去了 他绝不下船再上船 因为下船是日本土地 你说老头容易吗 所以去想一想他的这个情况 那么说到日本的军队 他的装备训练武器弹药 及攻占方法全部都是西化 但有一个东西被他完美保留下来 就是五十道 这五十道是被日本继承 一直延续到 我不敢说现在 至少到1945年 是官方的军队的指导思想 而五十道当中第一强调的是 中 日本五十道的本意就是义勇奉公 是军臣戒律 换言之在中国还有军部军的时候 臣可以不臣对吧 他在听说 就中国的这个军臣已经是很严格的 几乎是不可撼弄的东西 不可撼弄的原则了吧 但是孔子说 说 帮有道我就入其帮 帮无道我就出其帮 所谓道不行 乘服服于海 孔子是允许 并且鼓励你在不认同他的统治的时候 你走 孟子就更狠了 孟子在被别人问到 就是很神的一次 这个 应该是齐国的国君 在问这个孟子 说 听说你们儒家的经典里边 有这个 商汤伐夏节 武王伐咒 这种事有吗 孟子说有啊 然后这非常狠的这一个问法就来了 说 以臣弑君可忽 你听说这狠劲了吗 你们不是讲究君臣之间的这种级别吗 这种臣对军的忠诚吗 难道这样的人 商汤伐夏节 武王伐咒王 不是以臣伐君 以臣是君吗 可以吗 孟子不愧是大众辩论赛总管军 那脑子转的那叫一个快 立刻做了一个乾坤大挪移 说 叫做残贼之人 为之一夫 文诸一夫咒语 为文是君 明白吗 残贼 就是迫害老百姓的人 那叫做独夫民贼 杀掉独夫民贼 咒 我听说过 士君这事没听说过 换言之 我不认为这是士君 人家 齐王问的就是 以臣是君是下犯煞 对不对 下杀杀 孟子的回答是好杀坏 好杀坏就不算下杀杀 这是两个不同的判定标准 孟子很明显在转换概念 但是他转换的对不对呢 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依据就是当君主不好的时候 臣是可以杀君的 而且不算士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朱元璋后来要把孟子 踢出这个儒家的宗庙 就你这玩意儿谁受得了你 你懂不懂老让老百姓杀我 这受不了 日本人没有这个 日本人很反感儒家的人 虽然日本的文化的主体中 有很浓厚的儒家色彩 但是五十道 是日本神道教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精神之处 他是完全否认孔孟的君臣官的 他认为君就是君 君王残暴无道 我也不能不臣 这就是愚重 您能理解吗 日本的这些武士 包括后来的日本军人 他如果没有经过彻底的西化改造的话 他完全可能认为 我在执行天皇的圣旨 在这种情况下 我才不管对不对 我只管执行 所以中是日本的民族文化当中的 应该是最核心的东西之一 另外一个跟他相提并论 叫做众名轻死 众名轻死 就是日本的武士是认为 名利远远高过生死 有人曾经分析过 那是不是因为日本的这个 多火山多地震 少资源 反正活着还不死了 活着也活不好 对吧 那就大家就拼一拼吧 你通过某些方法取得的这个财富 你可以活得很好 对吧 你要是不行 那干脆就众名轻死吧 这里边就出现问题了 当武士道认为 武士道者死之位也 大家看到了吗 他们每天想干的事就是死 就是为中军而死 他们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命 那你怎么能指望他在乎别人的生命呢 宋朝有一个故事 苏东坡跟后来他那个最大的政敌 就是张纯 他们俩是同一年参加过科学考试 老朋友了 结果俩人有一次 还没当大官的时候 俩人有一次出去玩去 遇到一个 就是一个山剑 在山里走 遇到一个山剑 这个山剑边上有一个残破的木桥 把这两边的山给连人的 木桥已经摇摇欲坠了 然后这张纯就跟苏东坡说 咱过去 咱踩这破桥过去 在对面那石壁上提字 你敢不敢 苏东坡就乐 我不敢 这很危险 张纯 咚咚咚就过去了 过去 提完咚咚咚又回来了 你看我比你胆大吧 苏东坡就默默的看着 然后摇了摇头说 说张纯啊 你将来是要杀人的 张纯说 我怎么就杀人了 后事大家去分析 张纯为了争得跟苏东坡的这个名望上的 我压你一头对吧 你不敢 我敢 你胆小 我胆大 我要做给你看 但是他冒着是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 而一个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压别人一头的人 日后他要是掌了权 大家可以琢磨琢磨 他会战争 张纯后来是跟王安石那一派 然后把苏东坡迫害的很惨 而奉行五十道为指导思想的日本军人 他真不怕死 绝大多数日本人在战场上所展现出来的英勇气概 是令全世界都震惊的 他连自己的命都不顾 他怎么会顾别人的命 对吧 这五十道后来被废掉 我这为什么用这幅图大家知道吗 这幅图就是切斧图 日本武士如果犯了罪了 就是或者打了败仗 他要切斧怎么办呢 按照最传统的礼仪啊 他应该提前告知所有的这些 亲朋故旧 我干了点什么事 现在我要切斧了 这一下大家都 哇你太牛了 你太好了 我们都去观礼 一帮人围着看他切斧 在切斧的头一两天 他就开始进食水 就不再吃东西了 因为他切的是肠子嘛 就不能流出太好看的东西来 是吧 所以就希望把自个儿拍空 然后沐浴更衣 洗得干干干净净的 在早晨决定切斧的时候 向大家再说一遍 我干了什么事 我现在要切斧了 你们看好了啊 双膝跪地 袒露上身 用自己所佩戴的这把短刀 从左下斧倒着插入肚子 用自己的那样横着把肚子拉开 这是切斧的标准力 可是我们都知道 这肚子里边没有一刀必命的地方 对不对 你要抹这行 你扎心脏 你扎太阳都可以一刀必命对吧 他这不是一刀必命 所以通常情况下 他会在痛苦的翻滚当中 要差不多一个小时才会死 而有的时候体力特别棒 他就是不死怎么办呢 大家看到这个人了吗 这个人叫戒错 戒是戒少的戒 错是错误的错误 换言之 他事先要请一个最亲近的人当戒错 说如果我切了不死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你看下我的人头 这是崇高的荣誉之中 那哥们后面拿把刀等着 你受不了了 卡 而日本有一个规则 掉头的人 灵魂不能回归神社 他们不是信神道教吗 这神社很重要 头被砍掉的人是不能回归神社的 所以日本军人的帽子 或者不是咱们老说 一个屁帘是吧 护着脖子的那个 那是防止砍头的 而中国人民最狠的一句话 就是打到向鬼的头上砍去 那是我们唱最殆劲的一首歌 日本还有一个习惯 只要是他自杀了 他犯过的所有罪 一笔勾销 明白吗 他再也没有任何错误 他是一个有荣誉的 有尊严的 受人尊敬的人 所以日本的神社里边 他可以供假级战犯 他可以供乙级战犯 他可以供杀人魔王 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 没事吧 你死了 你为国战死了 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吧 这是一页说五十道的几个方面 你看这些都是好词吧 包括仁慈 包括礼貌 包括诚信 包括克制自己 这种看着都跟五好少年似的 可是为什么他们在战争当中 是如此的残忍 有的时候我甚至在想 是什么力量 让这样一个民族 具有了如此 不同的民族特色 后来我看了一本书 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这是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 叫做鲁斯·本尼迪克特 写的《巨刀》 这鲁斯·本尼迪克特 从来没去过日本 他就靠着严谨的学术方法 和二战被困 关进集中营的日裔美国人 去采访 就写了这样一本书 鲁是日本皇室的象征 刀是日本武室的象征 鲁与刀完整的体现出 日本的两面性 绝大部分时候 他可能是彬彬有礼的君子 谦和 友善 文明 礼貌 干净 他一切好词说的人都可以 但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刺激下 他会立刻表现出凶残 野蛮暴力 日本文化当中 有一个根深蒂固的 不可调和的两面性 恰恰融合在一起 今天我们看到日本二战战败到今天已经过去七八十年的时间 快八十年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个战后的现代化改造当中 日本从官方是抛弃了武士道的精神 他已经彻底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 今天的日本人 绝大多数 你不能再称他为武士道的信徒 但是五十到千百年来在日本民宗 日本文化的文化基因当中 所留下的痕迹还是在的 我举个例子 前几年我忘了 日本北部的一个诸食会社 进口了一批中国的酥冻饺子 这中国酥饺子在日本卖得很好 老人特别喜欢吃 结果发现卫生不合格 还是有人投毒 不知道 还没问清怎么回事 就吃的人有人拉肚子 有人死亡了 有老人死亡了 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谁的责任 日本的这个进口饺子的这个进口商 自杀了 这我死给你看 因为我不管是中国人的问题 还是我的问题 还是运输东西 还是你们家自个问题 你吃了我的饺子受到伤害 我死给你看 你能看出众明星死了吗 他要自个把自个都弄死了 你还好意思索赔吗 一袋饺子 对不对 但是在日本的文化中 还有这样的痕迹存在 我说到这我就想 我是要尊敬他一下的 还是我感到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我特别推崇 对名誉 对荣誉 对我们的品格 就是要有一种不上的尊崇的这种感觉 但是 在我的这个价值体系里边 我把生命放在第一位 我不会以牺牲生命 尤其是个体生命的方式 去推崇某种所谓的价值 我认为一切 号召别人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什么什么事 实现什么什么伟大目标的 都是有问题 原来我有一个学生 也是在死中 09年的 我那个礼合班的历史课代表 这小小伙子跟我好啊 就老召我聊天 他们家是在南京大屠杀当中受过伤害 他的叔祖父 当时还是小孩 就是他爷爷的弟弟吧 应该是这个 在南京大屠杀当中 那一只被杀光了 所以小孩就痛恨日本 那我教他是高一嘛 高一过来跟我聊天 说老师我将来就学两个专业 我说哪两个 一个历史学 一个医学 或者生物化学 我说你为什么要学这两个 说我要学历史 学文科我就学历史 我要把这些东西研究透露 我要记载下来 将来有一天我要让中国人得恨日本 得灭掉日本 我说那你要学医学呢 我要开发出一种 针对日本人的基因武器 将来把他们全部杀光 后来我说 我先不从科学上跟你论战 有没有这种专杀日本的基因武器 我说假如你真的 有 你想把日本人杀光 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把日本人杀光的时候 请你先来告诉我 我要先花点时间 加入日本国的国籍 然后请你从我开始杀起 踩着我的尸体 去杀日本人 小孩在我们以前哭了 他说老师 你为什么向着日本人 我说我不向着日本人 我学历史呢 我难道不知道日本对中国做了什么吗 我难道不知道日本鬼子 日本法西斯 罪恶滔天 庆祝难输吗 但是你今天所做的事 比当年日本人所做的事 你到底高明多少 日本还没有要彻底杀光中国人 你却要用高科技手段杀光所有日本人 我说我理解你家里面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历史不是拿来付仇用的 他就问我 说老师 那我怎么办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办 但我知道你不该怎么办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一段对话 后来小孩学了医学 我不知道他发明出来那玩意没有 我比较放心的是他发明不出来 因为日本人跟中国人的主要差不多 好 最后说一下这大日本帝国宪法 这个宪法是以君主立宪制度 作为他的政治追求目标的 宪法是约束日本政府的 但是他约束不约束天皇 这个是就在日本宪法 这就比较有意思这个事 因为宪法的第一条规定 大日本帝国有万事一系的天皇永久统治 换言之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天皇的统治权 后来我们那个清朝那个 亲立宪法大纲第一条 大清皇帝的统治 永远统治万事一系 学的就是人家这样 所以实际上这个宪法 没有起到约束天皇的作用 但它无疑是约束政府的 它是无约束政府的 我们在这 看一眼 这是伊藤博文说的一段话 伊藤博文说 英国的那一套是 王虽有王位而不统治 大家知道英国是法在王上 英国国君是虚君对吧 这是我们都看到几百年的传承了 当然权力也是逐渐失去的 不是一措而就 但是伊藤博文认为 我们的王政复古 我们的大政奉还 就是要把权力还给天皇 我们日本是不能照着他那样做 你从这也就看出来 伊藤博文也罢 那些明智维新的最核心的这群人也罢 他们相信的是日本固有的君主专制的体制 他拒绝实行西方的政治 这跟他当时所说的那种向西方普遍学习 各种层面的学习 他还是有一定差异 而日本在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强国以后 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改签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慢慢的发展起来 在1894到95年的甲午战争当中 打败中国成为东亚第一强国 在1904到1905年间 打败俄国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在1914到1918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参与到战胜国的一方 最终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日本所采取的道路 叫每十年必有一战 每一战必有所得 而他们成为这种欧亚外交地图当中的蚕食者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对吧 这幅图挺好就在于 他把他给画出来了 这是谁 大家都知道 对吗 对中国的威胁 宰割侵略 日本虽然来得晚 但是下手非常狠 可以说他几乎达到了风尘秀吉 当年魏晋之十年 差一点就把中国给灭了 这也没办法 就好像一个人在应急的状态下 突然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 他会采用本能的那种方式去应对 对吧 比如一地震 我立刻从这窗户跳出去 原来我们家住一楼 我一跨过窗户 我就跑了 就忘了今天我在酒楼了 一地震刮我就出去了 我摔死了 每一十年必有一战 每一战必有所得 那么在遇到新的经济危机的时候 是不是还得侵略呢 他想的就是动用武力侵略 我就再会上一个台阶 对吗 最终被打回到原始公社状态 这也是他 这个国运当中的 一个解不开的这么一个 一个循环吧 所以 有时候说点不太 礼貌或者不太温柔的话 活该 他自己的选择 这个也是我们说过的一个日本思想家 叫福泽玉吉 是吧 他的主张叫脱亚诸欧论 好 那么今天到这 我把整个的明智维新的 大概的前因后果 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 最后请大家看这样一幅图 中国讲的是中体西用论 对吧 日本讲的叫和魂洋才 是不是一样 非常像 对不对 好 中体西用注定失败 和魂洋才成功了吗 你跟中体西用愣比 他成功了 对不对 但是和魂洋才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而最终迎来了 几乎整个民族的毁 别忘了 日本人是全世界 自有人类以来 和迄今为止 唯一爱过原子弹的人 对吗 还是那句话 活该 separ这样的音乐 渗训 对吗 不会